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赐 据昨天给你们拍视频的时候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 给你们瞧一瞧啊 它浸盆的效果 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天赐整个大了一圈 是吧 吸饱了水的肉肉 整个的灌符都大了一圈 饱满 肥厚起来了 你们瞧一下 颜色也变得好看起来了 是吧 不像原来皱巴巴的 看上去颜色就是灰灰的 现在这个叶片全都撑不开来了 里面的叶层感觉也都舒展开来了 丰富起来了 我现在把这盆给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对比下来再给你们看啊 它的变化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它旁边有一盆还没有进过盆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们稍等我一下 你们看进了盆的肉真的是超级重 特别重 我感觉有几十斤的重量 我这个盆好大好大的 这个盆口应该有三十多公分 是我这边最大的盆了 现在这个里面全都吸饱了水 不仅叶片里吸饱了水 我这个图里面也都是 全部都是浸透在水里 所以端上来特别不容易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颗和旁边这颗做对比啊 没有进过盆的 颜色是鲜艳一些的 这个天赤 我给你们用手来捏一下 你们看 这个叶片是软软的 对吧 叶片都是可以皱起来的 会更粉一些 然后这边浸饱了水的啊 这个颜色会变得更灰一些 但是我们用手来捏一下 你看 它这个叶片撑得满满的 中间全都舒展开来了 这个是中间的竹头 外面的是 外边的一圈侧芽 现在已经长得都很大了 然后里面还包了一圈侧芽 在这个筋杆的底部 看到了没 也微微的泛着粉色 现在也变大了 多进几次盆 然后它长得就会飞快 整个罐服都会沉得饱满起来 这个是我的这颗大的天赤 我现在是准备把旁边的这盆再拿去进盆 进好了以后明天再给你们看 现在轮到它了 这盆要略微小一点 然后这盆算是丛林 因为它不像这盆那么的周正 这盆中间一个组头 然后外面一圈的 对吧 特周正的 这个就没有这么周正 我把这盆也换过去进盆 然后再带你们去看一下其他的肉肉 我先带你们看一下这盆吧 看完了以后 我再把它端过去进盆 这盆你们看是我的昂斯诺的孔雀 这个孔雀端进这个室内来以后啊 你们瞧它头上有灯 然后微微的泛红色了 叶片的尖尖现在已经越来越红了 刚端进来的时候这颗是超级绿的 一点状态都没有 你们看我的这个双面孔雀 这个底下现在没有状态 没有办法给你们转了 我们只能看这个面 这个面越是上面的越红 离灯越近的 然后状态越好 这个底下肯定是没有什么状态的 全被上面挡住了 还有就是它侧在一边 是吧 所以这个室内的肉肉就得完全靠上面的灯光 来给它们上色了 上面有灯光的颜色也会越浅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下面的你们看 下面的颜色会更深会更绿一些 最近这个里面的叶片长出了很多小叶层 总的来说室内的肉肉还是养的挺好的 我还挺满意的 这个是昂斯诺的孔雀 好了 我现在把这盆端过去浸盆了 现在跟昨天一样啊 浸盆之前我先给这个盆头打湿 下面的水已经不是很多了 下面的水它可以吸上去 然后上面再给它们煮通一点 这盆的颜色状态很好吧 我现在放到这个桌子的下面再给你们捏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叶片的柔软的程度啊 缺水的这种状态 明天等到吸饱了水以后再给你们看 好了 待在桌子底下吧 我24个小时再给你们看 好了 今天的最后呢我再给你们看一盆啊 这盆 这盆是放在外面的 前两天跟你们说我要一定把它端进来 这个是我花88块钱买的那颗陈梦露嘛 当地大棚里面买的 它之前是一个大单头 被虫子啃了以后 后来抱了这么多的头出来 我拿回来的时候很小 现在全都长大了 我那天把它进了盆以后 端到室内来给照了 今天应该是照了两天了 照了两天的灯光以后 这个上面开始有一点状态了 但是它还是挺缺水的 我上次水应该浇的还不够 它这个里面你看 它里面只能装这么一点土 其实它的根是在这个位置的 它是往下伸的 这个里面很伸 大概到这个位置是陶粒 然后从这个位置往上全部都是土 就是颗粒土嘛 其实它这里面的土放的并不多 所以它保水性不好 虽然浇透了 但是它很快就流失了这个水分 还得要浇水 刚进过盆才进来两天 叶片就软了 微微的有一点点状态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陈梦露要进室内 可以多长时间 然后才会有很好的状态 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现在来开这个灯光 我的灯一般都是等我下锅了以后 十二点多钟 然后再开 开到明天上午大概十一二点 到中午的时候 吃中饭的时候 就把它给关掉 这里我们来开一下咯 来电开启 这边的灯光也全部都打开 A 这里的 A A A 这边的灯光也全部都打开了 再打开对面的 我们家小朋友还没睡觉 还在那边玩游戏 好了 我们再把这边打开 就完成今天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上去休息了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咯